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作业 先来看一下这个头骨 基本的形状比例还比较准确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画法上面 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就像这个头骨上面的这个轮廓线 我们可以给它的弧度呢 画的圆一点 正的话呢 这个形状看起来会更加自然一些 像这种有拐点的地方呢 可以再多描一下 强调一下 交代一下 但是呢在中间的这个地方 还是尽量让它稍微的远一点 注意这个弧度的形状趋势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啊 主要就是这个轮廓线画的自然一些 然后呢这个正面的感觉 这里好像左右稍微有点不对称 鼻鼓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宽 注意一下左右的对称性 尤其是这个纯正面的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头部造型 画的是非常不错 效果很好 就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弧线来进行表示 比如我们看到左侧的颧骨这个位置 可以用一些轻浅的 有弧度的线贴合体表 因为脸上呢 我们的脸上并不是长得那么的方 那么的棱角分明 用一些弧线来画呢 会更容易更好画一点 还有这个额丘这个位置 你看这些线呢 它并不是说在每一个模特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光源下 都是去画这些线 这个具体情况 具体去看 在观察的这个模特之后呢 感觉这个位置的结构线 比较清晰 也比较重要 对于交代它的造型 来说呢 比较有用 用处比较大 所以呢就把它画出来 这样看起来它的体感 它的体积 就会更加的强 然后这个模特在 它的脸颊的地方是向内凹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凹陷的感觉 画得更鲜明一些 尤其是在右侧 在暗部这里 看得更加的明显 我们说用这个弧线 也不是说把它画得太圆啊 这还是方中带圆 圆中有方 我们去画结构的时候呢 还是以这种偏方的感觉去画 然后在过度 接壤的地方 尽量用一些有弧度的线条 去把它们缝合起来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相对自然体块 有比较清楚的造型 包括下嘴唇下面的这个面 可以多来几条线 交代一下它的 这个朝下的暗面 如果是右侧暗面 左侧打光的话 把左侧呢 这个稍微的减弱一点 然后鼻根这个位置 再强调一下 整体效果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基本上呢 跟刚才说的问题一样 就画得很不错 可以再用一些 有弧度的线 去交代它更丰富的 体表造型 还有从颧骨到 这个下合角 这里还有一个转折面 这个不要落下 转折面比较弱的情况下 用较宽的线去表现 鼻子这个位置画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眼睛的这个位置 好像这个转过去的感觉 画的不太够 比如说这个是眼球 这个是眼球上的红膜 瞳孔 高光 这个球呢 只有这么一段是在 眼镜上能看到的 这个位置 上眼皮绕过去的 这个造型 绕过去的感觉画的有点弱 这个弧度画的有点弱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差不多了 那前面的内眼角呢 被跟 稍微遮挡住一点 在这边 感谢观看